恩泉清晨甘露 雨雪从天鹅降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石 使沙种的有种 使要吃的有粮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节 今年在蜀式的层面来看 2020是多世之秋 因新冠肺炎之故 世界各地的经济 生活人际关系 讯息万变 没有任何政权抵挡得了 然而在属灵的层面 却酝酿出人心对上帝的渴慕 上帝也在今年 给我们双重双倍的恩宠 两个亲爱的女儿出嫁 两个属灵的女儿也出嫁了 所谓属灵的女儿 就是成立了两间家教会 恩泉哀悟在职神学培训课程 从2016年设立至今 从未为我们自己设立任何目标 只是跟着圣灵走 没想到在学生当中 有被呼召出来开拓家教会 我之所以说 两个属灵的女儿出嫁了 是因为学生被案例了传道 成立了家教会之后 我们将他们交给国际十方教会 从此他们就像出嫁的女儿一样 展翅而飞 孙牧师与我的心智 单单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纵使我们用心栽培他们 但是他们从不属于我们的 记得女儿走上地毯的那一刻 我才意识到鸽舍的痛 原来这是这么的难 又这么的不舍 从嫁两个宝贝的女儿 以及两个属灵的女儿当中 我们复杂的心情是别人难以理解的 我们服侍的生命就像雨雪一般 降落并不返回 却拔望着她滋润地土 原来服侍主的路是如此的孤单 为的是主耶稣能纪念 亲爱的朋友 当你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时 你一定不会后悔自己的抉择 因为这是生命之道 当你背起十字架时 你顿时觉得孤单 然而 趁几何时 主耶稣不是也在十字架上得荣耀吗 愿上帝赐福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你也在十字架上得荣耀吗 就像天赐福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你也在十字架上得荣耀吗 你也在十字架上得荣耀吗